我是复旦管院的老师李文文 然后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相遇 那么今天呢我想聊一个2023年的热门词汇 大模型 那对于大众而言的话 大模型好像是2023年突然爆发出来的新事物 仿佛是一夜之间 AI就能和人类自如的对话了 很多人都在感叹科技进步的迅猛 对于各个科技公司而言呢 大模型也带来了一个全新的 充满前景的赛道 大家你争我敢纷纷布局大模型 那根据澎湃新闻的一个报道统计 八个月的时间内 中国就诞生了238个大模型 平均差不多是每天一个 所以23年也被称为大模型元年 媒体也用百家争鸣 千字百态等词来描绘2023年的大模型领域 但如果我们深入地去看大模型技术的话 其实就会发现它的诞生和发展 可以追溯回2018年 甚至更久之前 而且大模型的发展呢 其实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现在的大模型技术 也远远没有达到成熟落地的程度 大模型其实仍然面临着 很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所以呢今天呢 我就想把时间轴拉长一些 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大模型 和大家探讨几个观点 首先 那第一个观点就是 在未知中探索 新技术的爆发具有不确定性 我们可以用一张图 来看一下大模型的发展历程 这个图是2023年的一篇论文当中展示的 非常有趣 而且信息量很大的一个图 乍一看的话 图里呢是一棵大树 枝叶茂盛 仔细看的话 那每一个叶子其实它都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大模型 那这么多大模型 我们到底从哪里开始看呢 那我就来带大家 我们从根部来梳理一下这棵大树 在2018年的前后 一些重要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被提出来了 让我们能够用计算机可以理解的方式 表征人类的自然语言 比如说磁嵌入模型 以及Google提出的具有电机系应移的Transformer架构 那这些呢为日后的文本理解和大语言模型打下了基础 那么在2018年前后的那个时间点上 人们普遍认为语言模型的发展 其实有三个主流的方向可以选择 分别是decoder only 蓝色的路线 encoder only 粉色的路线 以及encoder and decoder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绿色的路线 但是到底哪个方向是正确的 其实在那个时候站在2018年那个时间点 大家并不知道 一切都是未知的 那科学家以及科技公司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 这里有个公司的表现非常有意思 就是Google 我们会发现Google在三个方向上都有发力 每个方向其实都提出了自己对应的模型 所以即便是Google这样的科技巨头 在当时也不知道正确的道路到底是哪一条 只能广洒网 而与Google相对应的 OpenAI它则采取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线 即选定一个方向 一条道走到黑 从GPT1到GPT4 OpenAI其实都选择了同一条技术路线 那当然我们在当下2024年初 回头去看XGPT和GPT4的表现 感觉OpenAI是选对了 XGPT4已经是目前最先进的大模型了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Decode Only及那条蓝色的路线 真的就是大模型发展的正确路线吗 我们真的已经训练出理想的人工智能模型了吗 其实我们从当前学术界的一些争论 以及商业市场上一些科技公司的决策可以看出 大模型是激动人心的 但同时大家对大模型未来的发展 也有不少的迷茫和不确定性 那么第二个想讨论的点 就是我们应该选择开源还是闭源 是自研大模型 还是聚焦垂直领域的应用 那我们都知道 大模型的性能和数据量 以及算力密切相关 而XGPT拉高了用户和市场 对于大模型性能的要求 这就使得训练大模型 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 算力和数据量 去提升模型的性能 满足用户的需求 以及市场的期待 但是高昂的训练成本 也带来两个问题 首先 人工智能领域的传统的开源氛围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一些核心的技术和模型 不再公开 那科研机构和高校呢 受制于有限的资源 很难训练出有竞争力的大模型 无法提供开源的模型 而一些科技公司和企业 花大力气训练出大模型以后 考虑到生意的因素 也不愿意开源自己的模型 而是愿意直接提供 包装好的产品 那么 当像XGPT4这样的先进大模型 不公开技术细节和模型 只提供服务的时候 这就给很多想要入局 大模型的科创企业 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以往人工智能领域呢 有着浓厚的开源氛围 大家乐意把模型和代码 分享到Github 这一类的网站上面去 所以 其实很多的 AI创业的门槛 并不是非常高 因为核心的技术和模型 都是公开的 那只需要稍微修改一下模型 拿自己的数据训练一下 就能得到一个新的垂直领域的 AI产品 但现在的B原大模型 使得科技公司 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自研大模型 还是使用已有的大模型 聚焦垂直领域的应用 那自研的话 其实说实话 国内目前只有 头部的几家公司 有自研大模型的能力 那他们也发布了自家的产品 但是性能上和GPT4比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状 那就是国内企业 在算力和数据资源方面 都远远的落后 有本AI 而对于很多科创公司而言 另一个更可行的路线 是购买已有的大模型服务 聚焦于垂直领域的应用 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不少体量较小的科创公司 都宣称演发了自己大模型 刚才提到八个月发布的 200多个大模型 里面很多都是科创公司发布的 如果我们仔细地调研这些大模型 就会发现不少背后都有成熟的大模型的身影 比如说GPT4或者是XGPT之类的 那科创企业热衷于大模型技术 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有市场资本和用户 等各方面的因素 但是大模型不应该成为一个面子工程 或者是一个冲门面的产品 那这其实紧接着就带来我想聊第三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科创企业该何去何从 首先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大模型这波浪潮重要吗 一定要赶上吗 那么参考硅谷以及国内的企业和投资人的行动 答案是肯定的 大模型非常重要 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那么大模型到底为什么重要 首先它是目前智能化最高的AI技术 我们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已经能够感觉到 它已经非常接近人类的自然语言理解的能力了 而且具备一定的推理能力 编程能力 甚至是数学能力 其次 它具有很强的商业用的潜力 虽然目前大模型的商业模式尚不清晰 大家也还在探索当中 但它的未来 我认为将会是千千万万应用软件的一个基础工具 就像是搜索一样 除了有通用的搜索平台 比如说百度 Google 那大部分的应用软件 其实也嵌入了自己的搜索功能 比如说小红书的一个特色 其实就是垂直搜索 那么未来 其实各类应用软件 如果想提高和用户的交互能力 那么必须考虑加入一个大模型的基础模块 既然大模型如此重要 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全球的大模型格局是怎样的呢 当前 其实头部的三家公司是OpenAI Google和Athropic 它们的这个代表性的产品呢 分别是GPT4 Gemini 以及Cloud2 那中国的企业在这场大模型竞赛当中 其实一直处于一个追随者的位置 那追上头部的大模型产品 虽然比较困难 但是我们的科创企业也必须要追赶 而且需要考虑如何解决两个非常大的挑战 首先的一个挑战 其实就是算力问题 模型训练必须的GPU显卡 是一个瓶颈 那全球这么多的公司都想买GPU 但GPU主要的提供商应伟达 它的供应能力其实是有限的 所以现在其实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局面 那二三年中旬的时候 OpenAI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要用一千万张GPU训练模型 一千万张GPU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英伟达年产能的十倍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不确定说 这只是一个设想 还是说他们已经在行动了 但是OpenAI它能够提出这个计划 其实就说明他们是有一定能力的 而与之相比中国的公司在算力上 其实还是差的是比较远的 那么第二个挑战就是数据 数据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谈的比较多了 大家都知道大模型需要大数据去做训练 那我们可以多想几步 那么大数据能够提升模型的能力 模型吸引更多的用户去使用 获得更多的数据和资源 而这些数据和资源又进一步的 用于去提升模型的能力 那么未来大模型市场可能会出现一个 比较显著的马太效应 即头部的两三个大模型产品 可能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 所以国内企业一定要在大模型发展的 初期持续的发力努力的追赶 当然我们其实也不能对大模型过分的乐观 毕竟目前人们对大模型的了解其实非常的有限 大模型还是一个黑河一系列的问题尚未回答 比如说大模型到底为什么能有如此好的表现 还是真的理解人类的语言 还是只是根据概率进行输出 那大模型为什么会出现幻觉 如何解决幻觉问题 其实最近人们发现GPT4好像变笨了 那这又是为什么 那大模型能力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呢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尚未回答的问题 而现在的大模型其实它裹挟了太多的东西 有资本的狂热 用户的期待 也有学界的争论 那我觉得科创企业在追逐热潮的时候 还是需要冷静的思考一下 大模型对资深业务的价值在哪里 能否研发出真正有核心技术的产品 而不是简单的做一个套客的产品 我们一直在说 国内企业很擅长找应用场景 做技术落地的应用 但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 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些能够研发核心技术 和具备技术壁垒的企业 就拿大模型来说 其实它并不一定是一个 大力出奇迹那么简单的事情 那除了超强的算力 以及超大的数据量以外 模型架构的具体实现是怎样的 模型训练的策略是什么样子的 那大数据怎样处理 会使得模型训练的效果更好 其实这里面包含着非常多的 核心的技术和经验 而这些技术和经验 正是导致了不同模型之间 巨大的性能差距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所以说其实希望我们的客装企业 能够在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上 投入更多的精力 能够在大模型以及人工智能的领域 具备更强的竞争力